HELLO,我是VS,歡迎來到今天的VLOG 那我在上一集不是有跟大家說,提到說 四月中午要比賽了嘛,對不對 就時間跟地點是已經確定了啦 大概就是在十六、十七、十八的那一個週末嘛 然後地點就是在台中數字賽車場 所以我還是必須利用一點時間趕快把事實整理整理起來 那我今天就是要去找其他燒我的當派 那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我之前去找U幕車夜的志明哥閒電腦的時候啊 他就有提到說,他覺得我的車的當派啊 也就是渦輪頭段那邊,他覺得尺寸有點太小了 因為我現在的話大概是六十...六三吧 那他是強烈建議我說至少要把頭段 把尺寸拉到大概七十六左右 因為像渦輪車啊,頭段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我再去找他前天檔那一篇 他也有稍微解釋了一下這個東西 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去看好嗎 那也總之,那我今天就是要去找 不哭的微態車夜的秋安 去請他幫我把當派稍微處理一下 材料或什麼都準備好了 所以我現在我要先去工作室去載我那些材料 載完材料之後我才要去秋安那邊 對,那我們等一下就工作室見吧 GO 好啦,那我現在已經到工作室啦 那這一次我就是會帶這些東西去找秋安 先來跟大家一介紹好了 這個東西就是我從渦輪出來的一個轉接座 像我車上原本那種是焊死嘛 就燒死的 他拆的話就只能從這個座這邊去拆 但是我現在買了這個之後啊 他就是可以支援快拆 因為他這個束環這邊啊是V-band的那個結構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束環拆掉 我就可以很輕易的把我的當派給拿下來 這個東西是我在淘寶上面找到的 我會把購買連結留在下面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蠻方便的 對,然後當派出來嘛 當然就是接管子啦 那這邊都是七六管 然後管子接完之後 當然就是我們還需要一個排氣軟管 因為排氣管你在開的時候啊 他是一直不斷不斷的在震動嘛 然後一直在扭動 所以在前段啊 都會需要一個這個排氣軟管 否則如果你整支做硬的的話 那很有可能都會裂開 所以這個這個也很重要 而且這個會比較貴 這個我買的話大概就已經 兩千多塊了吧 當然啦,你也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 甚至一千塊以下去買到這個東西 但是那個東西嘛 你也知道 有時候真的就是會反應在品質上面啦 對 然後還有這個 這兩支我會帶去啊 最主要是我要擦這個法欄 因為要讓排氣管跟排氣管對接 就一定會需要這個法欄嘛 就像這樣子 嘿 對,大家應該懂意思了吧 對,那我們就趕快把這些東西裝上車 直接去穿這邊吧 好啦,那我現在已經到位台車業了 不過 對,我還是算是有點提早到了 因為五谷這邊白天真的是太塞了 我就想說提早出門 而且今天開這台 真的也是久違的桑拿啦 這令台灣變得越來越熱了 總算啦,夏天終於也是到了 不然你看現在都四月了 到時候我想要幫此次的風箱 小小的做一下修改 因為我看到國外有人做的那樣修改之後啊 讓整個車內的溫度其實降蠻多的 可能等比賽之後吧 再來把風箱稍微修改一下 不然這樣子 真的台灣一年比一年還要熱 而且年紀越來越大 每次這樣開始試啊 都覺得很煎熬 不行,我覺得這個真的要弄一下 對,所以我們就稍微等一下去完吧 喔,就要來了,就要來了 YA,老闆開門 老闆開門,開門,快開門 對,那今天要施工的部分啊 就是在這一隻啊 這一隻就是我的單排 有沒有,從渦輪排氣車出來的第一隻排氣管 有沒有,那現在就可以看到其實真的蠻細的 這樣子大概才 我記得好像六三還六四嘛 對,有點旺 那當初會燒六三六四是因為這個座 這個座它只能容納到大概六三的管 有沒有 其實就蠻明顯的 真的已經很一敗了 對,那那個時候 岳木的自民哥是有跟我講說 這一段,這一段真的很重要 因為這一段它等於是 歐倫出來的第一段 那這一段如果太細的話 那就會導致歐倫的排壓會很高 那排壓很高的話 連帶著排溫就會很高 那排溫很高的話 其實對引擎來說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因為它影響到的排溫就是燃燒室裡面的排溫 那燃燒室排溫很高 那就很容易一直暴震 那暴震這種東西當然是絕對絕對 絕對不要讓它發生是越好 因為畢竟暴震真的就是一個很傷隱情的一個東西 大體上來說啦 當派這種東西真的就是越出越好 而且其實像看現在的一些德系車 一些歐洲車 像BMW它那個當派啊 幾乎都是大概一百多起跳的 那個都真的超出超出一隻 而且排壓很高還會影響到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渦輪的作動 因為它裡面就是一個葉片在轉嘛 那你假如說你排壓一高的話 那它在高轉的時候 因為氣真的排不出去 那它渦輪轉速等於就被限制住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把增壓值打上去 其實上面很多都是無效增壓 那假如說後面的通暢了 也許你的前段會稍微小lag一點 它可能因為你排壓高的話 它啟動會比較快 所以假如說把後面弄通之後啊 你的後段的渦輪轉速跟增壓值 就會一直一直一直往上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這次買到的那個 新的轉接座 它等於是這邊直接接GT28那個接頭 2528都可以 它這邊剛好都有做 所以就直接把這一頭鎖上去之後 管子焊在這裡 等焊好之後把它接上去 之後再把束環套進去 就是一個快拆了 相信很多東西都用這種結構在固定 聽說工作室裡面出現了一隻很屌的東西 欸那很小隻啊靠北 超怕的 那超小隻的好不好 超怕的一種東西欸 莫名其妙你看看 沒有 他在怕 王總 王總 不要這樣不要緊 不是我啊 不是我啊 我跟你講 我本來是很討厭那個東西 結果這邊多到爆以後就 很無感 欸其實我也是超無感 我對張友跟拉友都超無感 我對張友跟拉友都超無感 張友我還好 我無法 張友在背有沒有 張友在背有沒有 那個很小隻啊 走走走走 走走走我們去抓他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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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找我 可以抓啊 為什麼不能抓 他怎麼抓啊 用手啊 用手直接抓 他抓起來要幹嘛 下王號啊 不要 好不好玩 好不好玩 好啊 可以省啊 哈哈哈哈 你要幹嘛啦 哈哈 對這就是大家很想念的邱安哥 一直都有人在問說 欸最近怎麼都沒有去抓那邊 根本就沒有空啊 對啊 邱安最近太忙了 忙到翻掉了 因為我今天都算是有點插隊進來的 不是有點 就是插隊 哈哈哈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 沒關係啊 就比賽了嘛 好吧 那就動工吧 啊 電台沒有開 對 所以那今天的工程啊 總共來說 理論上 理論上來說應該不難啦 看有沒有靠這一隻 這隻又是我的當派 那一直到這一節 這一節就是今天要做的 欸 而且其實我發現這一節就已經是76的 只有這一節不是欸 嘿 那今天可能會更簡單一點 因為我一直以為這一段都是63的 所以我這一段是63 對 有沒有這一段然後這邊是76的 耶 讚讚讚讚讚讚 太棒了 那還是今天會比較麻煩的就是 在這一段的這個折角 可是上面還有一個折角 總之就有兩個折角要做 那搞不好我連軟管都可以省下來了 因為這一段已經是76了耶 沒有你的軟管現在是63的啊 63的軟管啊 你這邊一定也是63了 喔喔喔喔 嗯 那76 這一段已經是76 對 欸所以我們這一段不用重做耶 你只要這邊要切到這邊 切到這邊 好 然後蛇龍 76的蛇龍 然後跟這一節 嗯 對 太棒了 太棒了 嗯 沒關係今天就讓它長大 抽一抽 好 老闆你不是計畫 沒有啊就燒喔 沒有什麼計畫 就燒啊 那這一個 就是排氣軟管 哇裡面就是長這個結構 就是讓它 有空間可以 這樣子扭扭去 用手是很難扭啦 但是車子 整隻排就很接上去 所以 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對 那我們現在這邊要進行的就是 結燒了 對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我說的就是 這兩個角度嘛 一個出來 這邊然後下去 之後再轉這一個 進軟管 直管啊要做到這樣子 就是等於是把它切斜的嘛 斜的這樣子 然後一直把它接接接接接 接轉彎之後再直管這樣 那大家應該都有看上禮拜吧 那一組 我不是幫邀哥去裝那組 535的排氣管 那時候老闆就有講說 其實接燒啊 它這裡面也都會有那個撼道 那那個撼道其實是會影響流速的 不過嘛 我是覺得都已經拉到76了 其實我是不會太在意啦 而且再來很大的原因就是 啊就沒有彎管機咩 哈哈哈 要是有彎管機還那麼累幹嘛 總之等一下就是 把這一節接上去 結燒出來 然後把它裝上車 今天的話應該就算搞定了啦 哼還滿快的老實說 但是 大家也知道改車這種東西 有時候突發狀況真的是滿多的啊 我是希望等一下是不要有什麼狀況會比較好啦 因為到目前為止其實進展得有點太順利了 每次改車改得太順利啊 我都會有點怕你知道嗎 對阿那我想說趁它在弄排氣管這段時間啊 我就會來把底板的螺絲循循 因為反正剛好車子應該架上了 那比賽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子 比賽前啊就盡可能的幫車子做準備吧 因為哪怕真的是一個螺絲鬆掉 都可能會讓你練了一整年的努力都白費掉 啊真是的 說到甩尾比賽真的也好久好久好久沒有參加了 我記得上一次參賽的時候好像是 2012吧 那一次好像還拿到A組的第二名 哈哈哈哈 那一場說真的滿幸運的啦 所以一直從2012到現在2021嘛 這八年間 因為台灣也沒什麼甩尾賽啦 在這段時間我就跑去玩大棒玩了 那現在 對 我又要參加回甩尾賽了 其實說真的啦 我是有一點 有點小緊張啦 而且但是也有一點小興奮 因為在比賽跟在練車那種氛圍是完全不一樣的 大家都會比較 比較拼啦 那有些人可能會說啊就是比賽嘛 就是好玩最重要 什麼得失心不要太重 但是我自己個人是認為啦 得失心當然當然是不要太重 但是我覺得好勝心是一定要有的 不然你幹嘛參加比賽 那既然我都已經出去比賽 我當然一定是做到萬全的準備嘛 那該拼的時候就會拼 當然是不會到太拼 比如說拿車子去換獎杯什麼 那種事我當然是不會做 但是我去參加比賽我當然就是希望贏啦 就像房地佐所說過的一句話 你要想要贏才會贏 對啊 那我們剛剛是在想說 結燒實在是太麻煩了 我們剛剛打電話問一問啊 就問到 欸 有一個通行 他們有這個彎 90度的彎管 用這個啊 就真的是方便太多了 就不用在那邊一直結燒 不然結燒的話 其實也是苦到秋安啦 還好還好 好 那現在已經把這個走接座給它鎖上去了 因為我們必須要先把這個鎖上去之後 才能確定好這個角度嘛 因為從63加速到76 那些角度啊 能容許的錯誤值就會變得更小 有沒有 要從那邊一路下去下去到車底這樣子 對 那現在 秋安那邊 就已經開始在結排氣管 然後再加燒焊了 不過這樣子 漢不浪漢搞一搞啊 欸 我們又有玩到天黑啦 對啊 那現在進展到這邊 整段的當派啊都已經合上車了 那現在秋安就是幫我把所有的位置都全部點起來 那全部點好之後啊 就可以再把當派拿下來 然後再把所有焊接一方全部可以做滿焊 馬上完之後我今天的工程 就算是大功告成啦 那整體的layout大概就是這樣啦 這邊 然後就上去到我的渦輪啦 那我一開始不是有講說 渦輪頭站這東西 越粗對渦輪的後段來說會越好嗎 尤其像是BMW那種都是大概一百起跳的 那我為什麼不做一百多的那種很粗的管子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因為空間真的就不夠了 有沒有 其實我這邊就已經很緊很緊很緊了 你看我的排氣管跟我的威士忌已經這麼近了 然後再來上面這邊也是 其實真的真的沒什麼空間了啦 也是因為這樣啦 讓今天的施工難度其實有點難 因為空間很緊就代表這個角度真的很重要 像我跟秋安也是喬了好多次 才把這個角度終於在搞定 對 那像改排氣管這種東西啊 基本上就是反反覆覆反反覆覆的 一直一直一直的拆妝 我們剛剛這樣子大概也拆了五六次有吧 因為他們排氣管這種東西真的就是這樣子 你每合一接管子上去 你就要去看那個角度到底有沒有對 因為你只要角度一不對 那整段排氣管基本上就接不起來嘛 那接不起來的話 那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耶 就代表你做白工了 所以就只好盡量謹慎一點啦 那進展到這邊應該算是拆妝最後一次了啦 等下一次再上去的時候啊 應該就是完成品的樣子了 YA 好啦 那是的 這隻就是我全新的七六當派啦 YA 終於完成了 真是辛苦老闆了 喔耶 真爽真爽 對 那現在整個角度都已經確定了 然後也都焊好了 然後海洋的接頭也已經上好了 那現在就是準備上車囉 欸是的 總算都完成啦 事不宜遲 趕快要發車看看吧 真的是 欸 電瓶還沒接 因為剛好我在車上點焊了 YA 好來看看有沒有漏氣喔 很棒很完美很完美很好很好很好 開心 好啦沒有漏氣也算成功了啦 真的是也是一個辛苦的一天 但是也是很爽的一天 因為我終於解決了一個 我心頭上一直很想要處理的一個東西啦 因為自從上次寫電腦玩 我就一直一直一直很想要把我的當派加大 因為我那個時候其實就知道說六三真的太小了 所以 所以 終於在今天 把它搞定啦 喔耶 舒服啊 好啦 那一天又平安的度過了 我又有一個東西改上車了 感謝陳秋安老闆努力 記得 秋安老闆在微泰車夜 在這邊一定要好好幫他打一下廣告 五谷微泰車夜 找陳秋安 好嗎 對了 那既然現在改好了 我原本是打算帶大家出去試個車啦 不過 欸 今天 時間真的太晚了 所以就等 明天早上吧 再帶大家出去 試個車這樣子 好嗎 是的各位 今天是一個非常適合試車的好天氣 原本今天出門的時候還大太陽 我想說哇 挫賽 等一下可能又要滿身大炭 不過還好 開一開啊 發現 天氣越來越亮 而且太陽就慢慢不見了 那我原本想說 把當派加出之後啊 可能聲音會稍微大聲一點 但是 可能 我覺得這台車原本就很吵吧 所以我在當派加出之後啊 到目前為止 我是不覺得 它有比較大聲 但是我覺得 油門反應還是有的 就是以前 當派比較細的時候啊 可能那個時候排壓比較高吧 所以它在 渦輪再轉起來的那個瞬間 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就是在這樣 輕點油門的時候啊 它那個載的車會 稍微衝一點 衝一點這樣子 對那個時候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你在排壓高的時候啊 你渦輪轉動起來的 啟動的速度 會比較快 但是相對來說 它在尾段的那個延伸性啊 就會比較差一點 目前比較明顯的感覺啊 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那 渦輪延伸性的部分啊 我們等 車少一點的時候吧 再來好好測一下好嗎 對那除了我剛剛說的那兩個之外啊 還有再來就是 我增壓值它會有落差的問題嗎 我的二檔 三檔 四檔 的增壓值其實是有落差的 在我改 當派之前啊 所以這次把當派夾出之後啊 我等一下也會來稍微試一下 每一個檔位的增壓值 是不是都是我所設定的那個增壓值 對我會覺得這個東西比較重要啦 因為 像這次比賽的數位賽車場啊 就很有可能會有 二換三的一個動作 那假如說我二檔增壓值設定 已經設定到1.2了 也就是我所要的增壓值了 但是我可能三檔一換上去 它的增壓值 可能一次就會變到1.4 或者是1.3 對那這樣的狀況 在我今天這樣子 其實不會那麼的嚴重 因為我的機械增壓值啊 我是把它設定在1.5 所以到1.5之前啊 其實都還不算超壓 假如說今天真的因為長地 我把二檔 設定到大概1.4 1.5怎麼辦 那我三檔一換上去 我直接衝到1.6 那我們就超壓了 那超壓的話 那等於基本上我就說動力了 那這樣子怎麼說啊 都不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所以我才會很急著在比賽之前啊 想要把我的檔派搞定這樣子 大家這樣有了解嗎 唉唷真的是 白天真的很不適合出來試車 應該說本來就不應該白天出來試車 原因是什麼 當然就是因為路上車真的太多了 但是我又不可能晚上試 因為晚上試車的話 我又沒辦法拍給你們看 對不對 所以這真的讓我超級超級為難的 而且白天試車 路上車太多是一點啦 再來第二點是 因為畢竟試車嘛 我當然還是不太希望說 因為試車然後去影響到別的其他的用路人 那你看就像我建議 可能要簡單試個車 我又不可能因為這樣子然後 去立的寶菜車場都是幹嘛的 那北部就真的沒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對不對 那像今天可能是要試加速 我也不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去借馬力機或什麼的 以後等我自己買馬力機啦 我可能就會了啦 所以啦 歡迎正義魔人斗內 讓我買馬力機 我買馬力機 我就不會在路上試車 好嗎 好那現在我們來試一下三檔增壓值 1.28 好那現在我們來試四檔的 1.31 那我現在三四檔增壓值 基本上是沒什麼太大的落差了 那我們等一下找個平路啊 來試試看二檔 因為我覺得二檔的增壓值可能會 會比較有落差一點 好OK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二檔的 有沒有 1.14而已 我的數值全部都沒改喔 但是你看我二檔跟三四檔 差了大概快 快0.2喔 好熱 稍微找個地方躲個太陽 然後再順便做一下結尾吧 好熱 但他剛試下來的結果就是 二檔他的增壓值大概會在1.14左右 然後我的三四檔都很穩定落在1.3嘛 對不對 那我必須說今天把當派這個東西把它改出之後 我的二檔的增壓值跟我三四檔增壓值 是Range是有稍微縮小一點 因為之前的話好像會差到 差蠻多的 大概差到0.3 0.25 0.3左右 但是對 他依然還是會有排壓過高的問題 我在猜應該就是HK13的HIPPO這支排氣管 雖然說他的口徑是76啊 但是他因為裡面有相應包跟一些 他桶生的設計吧 所以他可能回壓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啦 讓我排壓的問題 可能還是沒有得到完全的改善 當然比較了解的人可能會說 那有可能是WISGATE太小了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會 因為我的WISGATE它已經被我拉到48口徑了 我覺得48口徑來說應該是不至於到太小 尤其是對於這種2.0的車來說 所以我只要在猜啦 應該就是我的排氣管 那我是不打算把這組排氣管換掉啦 因為畢竟我這台車還是會在路上開 假如我把排氣管換成全磁通的話 那可能真的會太吵 所以啦 如果以這樣的狀況去比賽來說啦 就是我自己要去記得 2檔的鎮壓值就不能把它打太高 不然到時候可能會造成 3 4檔會超壓的這個問題 雖然說這樣講起來好像蠻嚴重的 但是其實也還好啦 因為我2檔會用到的鎮壓值 其實本來就不會很高 因為2檔本來扭力就夠嘛 其實我原本在甩的話打1.0 1.1 其實都很夠甩櫻木哥那個場地了 那這次去樹翼 對總之就先試試看吧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吧 那到現在距離比賽前 已經剩不到一個禮拜了 一些修改的部分 這台車基本上也都做完了 那現在剩下的就是基本保養吧 我打算把機油跟便利箱油 還有超級油那些東西把它全部換掉 對那我把那些基本保養都做完之後 那我這台車也算是準備好去比賽啦 對那先這樣囉 我是Pierce 我們下次見 掰 3 4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